嗨,亚亚亚在四方客 我现在在丹麦的北海岸边 所以我今天想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边的沙滩的一些特点 在暑期的时候很多北德国人喜欢去丹麦旅游 认为这边的风景很美丽 有很多漂亮的沙滩和小村子 然后丹麦人大多也非常热情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之一 如果《鬼头》湿市面上升 我还是在海岸市面上升 那么不然就带来 我要快速完成 大和家里的风景 最后山湿店 哪一个天在方有清理 那么不知决定 就像岸湿上去了 古时大尾汇尖 徍环境 丹麦是德国北边的隔壁国家 是在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 所以除了南边以外周围都有海洋 我这边这个地方离我的家乡汉堡很近 只需要四个小时左右开车就到了 然后从汉堡到德国丹麦边界 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现在是一天一刻 是一天一刻 或是一天一刻 问问 你踩到哪里 我還不知道 我現在去踩到哪里 我去到繁殊坡 之后,你去到200m 把那盒去踩哥 第三次你有得正好 你不太快 我的臉 在那儿 在那儿 我许七�bogad 航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ber klar, große Spannung und große Unbekannte, wie wird dieses Spiel ausgehen? Heute der große Knaller zum Auftakt Schalke gegen den HSV. Beethovens einziges Violinenkonzert. Jetzt ist er da oder dann mal. Überraschung, über 20 Minuten. Das ist von der Seite, bis zum nächsten Mal. 很多人喜欢在海边组房子 这样可以方便的走路到沙滩 这样的沙滩也有一个特点 是这样的沙区 对于叫 沙区是指一种在风力作用下 沙力度质的地貌 沙区有各种一样的 有的大 有的小 因为风力 风向 然后沙子的数量 还有有没有植物等等 多有影响 在北海岸边 很多地方有这样的沙区 有的35米高 一个沙区的开始 就是在落潮时 干了的沙车被风吹走了 然后碰到了小块木头 贝类或者植物 沙力度质的过程很复杂 但是可以基本上说 是越来越多沙车 碰到了这个小沙区 然后让它越来越大 每年有沙区的国家 花很多钱 让沙区不是那么快的移动 所以它们种古沙植物 还有把干草或者冷山树 放在沙区上 还有一个移动沙区 这种沙区表面 差不多没有什么植被 在风的驱动下 以每年寄密的速度移动 沙区是很多小动物的气息地 或者猪潮地 所以在很多地方 也是一个自然保护区 还有在风暴桥的时候 这样的沙区还有保护 沙区后面的人的功能 所以这边有这样的冷山树 然后在那边有干草 在风暴桥下 儿笑 さ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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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丹麦旅游的一期 下一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一个丹麦特色 然后我们一起去打西洋比雷看看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意思 欢迎你们关注转发或者评论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你会想一下 你会想到我前面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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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老套子里的电话 那会是一件事的问题 不可能他不可能 可能他不可能